好,那感谢上主,我们主内平安 我们在广东人有一句术语,叫做不做钟 接着是什么?不做宝,接着呢? 不像梅仁三代宝 在我近日在我机构里头就是拍马了少许 就是要做少许管理的工作 那么去到中层的管理呢,很惨的 中层的管理是很惨的 上面有老板,下面有下属 接着呢,最惨的是什么呢? 你说的东西不算数 一定要问你老板,看看是不是真的说得对的 接着下面又很想你给方向 你又给不到决定 我桌上长期放着一本书 那本书呢,叫做 当了主管以后,难道只能够默默崩溃 这个就是做中间人的那种崩溃的情况 我呢,就一直在想着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中宝 他真是很难做啊 我在想着呢,其实今天我们跟另一个人呢 或者另一个的群体呢 另一个的对象去沟通的时候呢 总是要有一些的工具的 在教会的崇拜也是一样 我们透过一些艺术的形式向上帝沟通 你知不知道刚才唱歌唱了多久啊 20分钟,准时的 不知道有没有超时,但是唱了20分钟 我们这里有刷花 我看到是10点52分左右 9点52分左右摆上来的 我们有艺术,我们有建筑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一个中间的媒介 让我们跟上帝去沟通 包括祈祷的语言 包括礼仪 包括讲道 都是一个中间的媒介 你有没有发现宗教呢 总是有一些媒介的 有没有去过梁大仙苗啊 虽然都是资深那些去过 我们年轻那些不敢 不敢去啊,你明不明白啊 就吓回教会多 这只黄大仙苗要见到你的 黄大仙是一个什么的公仔来的 即是他是 我知道他是道士,他不是公仔嘛 他是一个 你怎样看到他是一个道士呢 他的样子是用什么的媒介画出来呢 黄大仙是一幅画来的 如果你去到黄大仙苗里头看到 车公是做帐来的 都是用着一种艺术的形式 去告诉我们 听表面那个是谁 所以我们今天是 其实是用着一些有型的东西 看到的东西 去敬拜我们看不到的上帝 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 他们表达上帝的临在 可能会用那些石板啊 药柜啊 甚至圣殿的陈切啊 都是一些引手做出来的艺术品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个符号 就好像你看到的十字架那样 是一个符号 他不是上帝 但是你在拜着 他在代表着 或者在指向着的上帝 你知道这是一件艺术品来的 不论怎样砍数都好 他百佳卖不了的 你想买个十字架 怎么都要去文具店啊 精品店啊 一些是真的 卖艺术品的东西才卖到 百佳卖不到十字架的 所以在艺术作品 在圣经里头 除了用一些的物品 去作为人和上帝 沟通的桥梁之外 也都会有人 作为一些的中间人 我们在出埃及记 看到摩西啦 阿伦啦 祭司啦 等等 当然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中宝 总之 我们跟上帝去沟通 都要有个中间的 物品 人 或者耶稣基督 是上帝本身 所以今天我打算介绍 三个中间人的 我有少少贪心 内容就会横跨出埃及记 第32到34章 所以你可能 就要拿回圣经出来看一看 那我就特意查了 你们上个星期说到 李牧师是说肥立比书的 是没有说出埃及记的 所以呢 我们一起祈祷 主说愿我考虑的言语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 深思意念 都在你面前蒙决 今天首先呢 我们先看出埃及记 第32章 记不记得今天 正说读那段经文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上个星期读经 记不记得 发生了什么事 金谋的 还是金谋 你想想 什么 上山领受法版 那两块 写着十届的版 都是艺术品 书法艺术 对 然后以色列人忍不住 他忍不住 他忍不住 见不到那个的上帝 他要找个见到的 找他去拜 于是 他就没有了 一号中间人 他就找了 哪个去做个牛 找了阿伦 找了二号中间人去做 做一件 二号中间的产品 让他透过这个工具 去敬拜上帝 其实他们想敬拜上帝 如果你看回出 埃及记三十二章 所以他带个中间人 去表达的时候 却是得罪了上帝 因为上帝是看不到的 而金谋独 如果你班了教会 很多年 你上过那些主人学 很多人都会说 金谋独 其实他里头表达 是像那个 埃及的一个神明 叫APIS 他就是 好像印度神牛 大概 或者是牛头人身 有了第二个理论 就说那只牛 就是上帝 骑上去的 其实他都是在拜 那个看不到的上帝 只不过 你只是看到那只牛 上帝骑牛 就好像 张果老 八仙过海 知道吗 张果老 都是骑牛 阿伦 其实他是受 时代 和空间限制 以色列人 在埃及多少年 四十多年 我听到 四百多年 他们已经被 那个环境 同化了 他被那个环境 同化了 他就受到 那个时代 和文化的局限 他们不理解 原来上帝 是看不到的 他看开的那些上帝 都看得到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一个看不见的上帝 他们不能够理解 而看不见上帝 也都在人类历史里头 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文明 就是看得见上帝 就是很多元的偶像 这个偶像 甚至有个家庭 好像欲皇大帝 加上他下面的天兵 天象 那是一个旧的模式 新的模式 是一个一神 看不到的一神 以色列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会体谅他们 圣经里头 骂到他趴在那里 但是你会不会体谅他 他真的不懂 他见过的神 都是埃及那些 牛头马面的样子 他不懂上帝 是看不到的 他已经用了他最大的能力 将他想敬拜的上帝表达出来了 在这个环境里 你看回圣经里 他就说 阿伦说 以色列啊 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明 对于阿伦来说 他都理解不到 但是很有趣的是 如果你继续看圣经 去到列王纪 那里 列王纪上 在耶罗不安的时期 因为他分了做北国和南国 那北国呢 就掌控不了耶路撒冷 即是没有圣殿 于是他就在两个地方 安兵了金牟毒 再次 在列王纪上 十二章二十八节那里说到 我们上耶路撒冷实在太久了 我们不用再上去了 以色列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明 又做一只金猫出来 所以你看文字是一模一样的 和出埃及的 所以以色列人对金猫 和上帝的联系 其实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历史 横跨了几百年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真的不认识上帝是什么 所以他们只能够找个最似的 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说 第一个在圣乐主日我想说的 不只是说圣乐 而是艺术在教会本身 第一个的上帝是起了格的 打了格的 即是平时你在那些公仔里打了格 看不到样子的打格 马赛克 艺术可以是唱误的 做了金猫出来 是可以是在拜偶像 而不是真正的上帝 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唱过一首歌 叫做《圆甲子天制降下来》 圆甲子天制降下来 是不是我真的想一只甲子降下来呢 他当然是说自己在指圣灵 但是不懂的人 当然是说 为什么要降一只甲 所以你会见到 也都是他在圣经上面 他希望描述的是五巡折 就是我们生命的更新的经验 但是那时 上帝是降过火的舌头下来的 不是降甲子的 所以在那个环境里头 其实艺术家 他的一些描绘 按照一些自己的理解 理解上帝的时候 可能是引导我们走向了一个迷失的地方 因为我们用了一些艺术去代表上帝 甚至今天我们有些时候 什么都说看着十字架 一会儿不知道你陪延联带大家要读那个 什么纳约讨文 会不会 圣恶事并人员你们都看着十字架去宣认 十字架是上帝吗 圣经是上帝吗 圣经是上帝吗 有些时候那些人一定要有十字架在那儿才心安 是不是辟邪那些 图木剑那些 不是 就是总要有十字架在那儿才安心 我们会不会一份依赖的那个艺术 而没有了真的跟上帝的廉结 所以透过艺术 第一个想跟你说 就是那个起格的上帝 我们只能够看到一个模糊的上帝 而真正的上帝 是不能透过任何的艺术去呈现到的 中国人的老的说话 道家的思想是说到大象 无形不是大笔象是大象 是最大的图像 是没有形状的 大音 就弃声 最大的音乐 是没有声 大巧 不公 最精巧的东西 是不仔细的 甚至 有一句可能大家熟一点的 叫做 道可道 跟着什么 明可明呢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那个道 是可以说到出来的时候 那它就不是 不是道 因为道是说不出来的才是道 你的名字 说到出来又不是名 因为说不出来才是最伟大的名字 所以在华人世界里头 我不知道你对华人的神佛有多了解 知不知道华人天国掌权最大的是哪个 欲皇大帝当然是错 他是admin 对 秘书长 对 他不是会长 最大的是原始天尊 在其实当就算这些神明和天去比较的时候 他都算不得什么 所以在华人的视野里头有一个概念叫做无形的天 天保佑我 天会帮我 天会帮我的 天会怎样 这个在理论上叫做二里天 就是天是有一份情感在 其实上帝保佑上天保佑的事 根本就是告诉我们 任何的神明 任何的那些艺术品 任何的那些都代表不到上帝 中间人是代表不到上帝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艺术是在展现上帝 或者是能够将上帝呈现在这个世界是大错特错 所以基督教不拜偶像 就是这样的意思 有时太多的幻想 知道什么叫FF Final Fantasy 就是想得太多 会让我们离开上帝那么远 其实在教会的历史里头都有很多这样的挣扎 就是对于艺术的运用 对于诗歌运用的挣扎 知不知道十月底是什么日子 你当然想说万圣节 我就不想说万圣节 就是宗教改革的日子 马丁路德 1517年 宗教改革的日子 宗教改革的日子 你可能很熟马丁路德 但你未必很熟一位叫做 迪魂里 Swingli 这个迪魂里他做了几件事 去到教堂 第一样东西 弄坏了一十字架 接着 突爆彩色玻璃 这些琴 打着他 那些麦和AV音响 几十万那些 扔着他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社有的媒介 都是干扰着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要用一首歌 那首歌不是限制了我的理解 所以他说 我只是读圣经的话语 有没有去过一次崇拜是没有音乐 试一下 为什么不行呢 试一下我们只是宣讲上帝的话语 读经 习讨讨 可能 这个就让到我们的理解更加纯粹 不是再靠艺术 去限制了某一些东西 但是有另一个的 中国的改革家叫嘉二汶 他不是这样想 他说画的都是不要要的 因为像拜偶像 但是唱诗 圣经有一些诗歌 是什么卷 那卷叫做诗篇 都要唱的 所以他就扔着那些看到的 剩下一些听到的 所以今天你回教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听 就是这样的 你闭着眼睛都可以回崇拜 可能今天我说的深了一点 问题就是 艺术或者性乐 我们把赤放在哪里 我们怎么做 才不让到艺术成为 误导我们 引我们离开上帝 第一我们就要清楚 上帝本身是超越一切 上帝不会被 所有艺术形式所限 而作为艺术家 我们是一个圣经的传释者 信仰的传释者 你选歌都是 你去插花都是 你去推power point都是 你都是在传释着某一个的信仰 向的弟兄姊妹 你的领师就是你偏道 你做的投影就是你偏道 你插的花就是你偏道 所以第一个中间人 记不记得我说的那个上帝是怎样的 喜格的 喜格的 喜格的上帝 就是那只他以为是上帝的金牟 但实际上他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个中间人 我们看一下高清的 中间人 就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 你会发现在出埃及的旅程当中 一直以来上帝都描述自己是一个叫做 寄邪的上帝 寄邪的上帝英文是什么呢 jealous 质道的 质道的上帝 质恶如受的上帝 上帝虽然用魂柱和火柱和以色列人同行 但是他和人呢 一直都是保持距离 你甚至看到第三十三章 上帝和以色列人说 我不跟你一起走 因为我再跟你走 我会生气到杀光你们 然后Mersai 他叫Mersai建造回幕的时候 第三十三章第七章 他发现那个帐幕是在哪个位呢 是在营地外的 是在营地外的 是在营地外面的 杖力不是在他们中间的 是在营地外面的 所以上帝就是要和 以色列罪恶的群体要分开 每次上帝降临都是 魂柱 摩西和上帝说话 其他人呢 就退开了 只有摩西才可以和上帝做朋友 这个就是那个距离感 我们和上帝是有距离 我不知道你去那些电器店 去电视区有没有去啊 平时呢 他每一部电视机 如果你去那些大型电器店 他会写 最佳观赏距离的 就是无论 4K 8K都好 你几清的电视都好 你试试去一公里那么远 其实你看不到啊 甚至我看上面那一部 我都不知道它是4K 8K 因为其实远了都是蒙的 《信望堂》三个字都看不到 所以我想告诉你 我不知道你今天 敢不感受到 和上帝有一份距离感 甚至有时我们会觉得 啊 牧师啦 和上帝是亲近一点的 他应该会日日祈祷的 陪元宣教师都和上帝亲近一点的 他读圣经多一点的 你读过神学呢 就和上帝close一点的了 近日呢 我去一间堂会探访 他们就说 哎呀 不懂得祈祷啊 不知道可以和上帝说什么 正常的 这个是 距离感来的 这个是 正常的 有些时候 和上帝不懂如何沟通 说什么好呢 哎呀 小朋友那些最好了 感谢天父赐我饮食 求主潔淨 奉主明求阿门 简单有个标准的 最好 但是 距离感 是 一件好事来的 因为我们和上帝真的有距离 但是 另一方面呢 有些人就觉得 我和上帝很有距离感的 耶稣呢 是我的 朋友啦 耶稣 会不会是 我的男朋友呢 会不会 Jesus is my boyfriend 和上帝的距离感 你要知道 其实我和上帝仍然 是 神 和人的差异 我们要平行那份的距离感 否则呢 如果你天天觉得 他是你男朋友呢 那他就变了你的兵了 变了你的观音兵了 哎耶稣 帮你搞搞他啊 你要小心 过分亲近 过分远离 都是错误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清楚 所以我认识我们和上帝是 人和神的差异 是有距离的 上帝有时会用间接的形式 和我们沟通 就是因为这个距离 而上帝和人本身 就是活在两个世界 就是天和地的分别 而上帝的中间人 就是那条的橋梁 包括今天你用的所有的艺术 就是那条的橋梁 说个例子呢 我前几个礼拜呢 去了美国旅行 去行山 行完山班来呢 其中一件我非常不开心的事呢 就是整个手都是黑班 你看我带标的位置 不带标的位置 整个手都开始生了黑班 然后我老婆说 黑班你一生都不能够退去的了 然后我心里头很不开心 但是就是一防晒一失效 然后手上面就会反映出来 我们从来没有直接看过太阳 但是太阳的痕迹在我们身上 什么西都是一样 在33章里头 他从来没有见过上帝的正面 他只是见到他的背影 在19节里头耶和华说 我要映示我一切的尾线 在你面前去经过 并且要在你面前宣告耶和华的命 我要对谁好就对谁好 我要怜悯哪个就怜悯哪个 其实上帝不断 好像太阳一样 不断射向我们的 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资格看到 如果你看回33章 当然今天我一定要戴个头盔 其实这个位置更反映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就是只有一个人道成肉身是谁 耶稣基督 他是显出上帝本体的真像 他才是在父怀女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 所以这个是头盔 所以我们人本身跟上帝有这个距离感 但是上帝不断在显示他的尾线 我们没有资格看到 但是很有趣 所以摩西在这里 就祈求上帝显出他的荣耀给他看回 上帝也说 嗯 给你看没问题 我会听你说的 但是 你没有资格看到我的臉 因为没有人见过我 还可以 撤 但是很有趣 上帝尚有政策 跟着 他不是下友对策 他自己想起一条选择出来 在第22到23节那里说 嗯 当荣耀经过的时候 我塞你在一条石垫那里 跟着拿一只手呢 遮住你 等我过了之后 你看不见我的臉不要紧 看到后面 都是臉嘛 后面是不是 所以就看到后面 对我来说 艺术作为一个中间人 就在这个时候进来 音乐 艺术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在 好似这个处境里头的岩石 一条端 或者好像上帝的手掌 遮住臉 或者好像上帝的背影一样 我们不可以直接看到太阳 但是小学生 怎样看太阳的 记不记得 拿盆水 跟着要加个 加个 濾镜 这样你就看到太阳的了 在这个过程里头 你发现你所看到的 根本就不是太阳本身 而是透过某一个工具 看到太阳的背面 或者太阳经过过滤的东西 所以就好像在超级市场 经常讀的那些试食 你都不是买整包东西 你只是试食吃了一丁 这个在神学上面 叫做愚尝 Full taste 即是愚先品尝 所以 愚先品尝 它不是完整的 它是有限的 和它是一个中间人 你有没有发现 透过第三者 去传递的信息 一定会有偏差的 我自己做电台的 传播一定有限的 在摩西的角度 它只是看到上帝的什么 背面 不止它还看到上帝的手掌 不知道有没有手指毛 但是它看到上帝的背面 看到上帝的手掌 但是回到现实 这篇广章 简单来说 就是一样米 一样八样人 我不知道你今晚回去想了些什么 但是我只能够尽能力 期望你想到些什么 所以也都是 好像我们教会近几个月的风波 就是因为中间人 去传递牧师的意愿 出现不同的解读 导致到有这么多的争执 所以无论是什么的关系 我们都不是上帝本身 我们都不是牧师本身 有缺乏而不完整 就是传播的本质 无论你是低清 无论你是高清 无论你是4K 无论你是8K 多清都好 你都不是个演员本身 你都是一个录影 或者一个穿播 虽然有缺乏 有不完整 但是我们做艺术的 却是要填补这个空洞 亦都做艺术的过程 是一个追寻真善美的过程 但是这些的美 永远都有瑕疵 因为第一 我们不是机器 我们不可以直接 playback 第二 就是因为我们做艺术 有瑕疵才够真 预先制作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听 你喜欢听CD多些 还是你喜欢听演唱会多些 我都是喜欢CD 因为CD唱得好些 又不走音 走音flat的都录了 或者录了几十次 通常这个叫做预先制作的产品 都是精美一点的 都是会完美 执声做完 但是你想一下 无论怎么样 他都经过这支咪 的处理 他有个咪的处理过 经过器材的处理 就是经过喇叭的处理 就是你家里音响多少钱 老实说 就顶多多钱 多钱 几千元 我如果拿到几十万的音响 假设他能够百分之九九九九九九千 足迅金 但是他都不是完整 那个人唱的声音 一定有偏差 但是现场 哇 又走音 跟着那些东西又撻了Q 那样 为什么我们有时仍然喜欢现场 就是因为真实在我们当中 而这个真是填补到那个美的空虚 这个就是距离了 我们现在就是透过一个工具去经历那个真 经历那个美 只要上帝才是完全的真善美 哪怕你是完美主义者 执极都交不了货的那些 经常都拖时间的完美主义者 但是你做出来的东西都不会完美 你只是无限接近完美 而音乐和艺术就是上帝的手 上帝的背影 不是上帝的面 你只是一个工具 好像一条盘石垃圾当中 可能只是倒户着我们 见不到上帝的面 所以刚才说的这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就是那个上帝是起格的 不要搞错了 透过一个起格的上帝就是金锚 看错上帝 第二 就是上帝是高清的 虽然那个真是上帝的背影 但是那个仍然你是透过一个媒体 你看不到上帝的正面 所以艺术只能够拉近我们 但是他不是上帝 好了到第三个的中间人 继续看摩西的旅程 去到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第二十九到三十五节 当摩西和耶和华在山上四十周夜之后 他下山之后出现了一件事 知不知道出现了什么事 他面有些东西 发光 他面发光了 是油光满面 即是四十日没洗澡 还是上帝的荣光 摩西见到上帝的荣光 最终他自己的臉都发出光沸 当他在山上下来的时候 出了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他说摩西不知道自己面上的皮肤 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而发光 阿伦和以色列人见到摩西的时候 他说哇他臉是姑娘的 然后就很害怕靠近他 又製造出距离感 今天我们在做宗教艺术的人 无论是音乐 无论是其他艺术的人 其实就像摩西的角色一样 像我们刚才看到上帝的部分 我们看到高清的上帝 现在我们自己 都要成为一个低清版的上帝 用我们的皮肤流露出来 用我们的艺术流露出来 用我们的艺术流露出来 用我们的不完全 尽力去展现上帝的阅传 但是 这个核心是基于 为什么摩西发面会发光 是因为他见过上帝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发光的 也是因为我们能够见过上帝 如果你没有见过上帝 你发面不会光 你有与上帝相交的经历 你是见到上帝经历上帝 才有那份改变 对于艺术来说 我们所有宗教的艺术 都是一个鲜生的产品 用英文叫做derive 就是说我们的产品 全部都是透过我们 和上帝相遇出来的结果 并且我们在歌颂上帝的真善美 然后延伸上帝的真善美 和人去说 所以这个十字架绝对不是上帝 但是我们理解了信仰之后 我们制造一件艺术品出来 天下文章 一大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永远不是源头 源头一定是 是哪个 上帝本身 所以如果你今天说 你在教会里面做艺术的 你是敬拜队的 你们是C班有时有C班的 你是做插巴的 你是做比尔姿的 可能是干事做的 你也是在做艺术的 或者是说 你是预备圣餐的 你是做爱然 煮食给弟兄姊妹的 坑任都是艺术 是不是 甚至你说我只是圣餐 我只是收拾一些饼 出来 收拾菜那些都是厨师 是不是 甚至是做广道的 其实今天一切的这些艺术 这些作品 都是源于上帝和我们的相遇 所以如果你今天 你只是一个死做烂做的人 每次乐队一聚集 只得练歌 每次插巴 只得去花虚格架 每次做音响 只在桥线 每次按powerpoint 只在想 按spacebar 如果你的心态永远都是这样的时候 那你要提升一下 甚至你说 聖学关系什么事 我又不懂唱歌 我又走音 我又不懂画画 什么都不懂 我想告诉你 甚至你手上所作的功 就是上帝的媒介 你手上所作的功 就是你的艺术 就是你的媒介 所以我们要由一个听哼打做事的人 要重新变成一个自己要燃烧和发光的人 我们要由一个圣经里讲的一个故宫 我说是咯 做什么就做咯 这样 变成一个 你瘟了这件事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不再是一个故宫 所以第三个中间人在圣经里头 就是摩世 在现实就是你 你 你 和后面你 或者我 透过我们重新研点我们信仰的激情和上帝相遇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掌握到今年教会的年度主题是什么 最后的季 放不住啊 喂 在这里 不记得了 情言信念 是不是 我们重新要燃点自己的信念 重新燃点自己的激情 如果巡道为你中的信徒是没有激情的 你可以回家了 我见到 刚才祈祷的时候 你们说今天很开心 去摸显 好有激情的啊 你们 但是在明显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激情去做好福音的工作 你要知道教会所有的工作 都是有一个终极的使命的 就是传扬着真善美的上帝 这些工作只是一个中间人来的 它是在帮你实践你的福音使命 如果你明显只有开心两个字 那你不如不要摸了 为什么要教会做 为什么要教会做 我们不是同乡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回 我们做每一件事的福音使命 所以如果你今天很清楚 自己在这个信望堂的福音使命的时候 这间阿斯利维利小学 你可以烧着它 新那栋励景的行景楼 我知道现在你们有些合作 和那里的一些福音的合作 你可以烧着 旁边 推倒它 推倒就不好 你点燃它 艺术化点 艺术化点 点燃它 还有旁边更小的 你们定期有带里头的弟兄回来的 你可以燃点他们 这个就是上帝交托给他们的和场 如果我们不去做 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 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 我们是好像月亮那样 我们发不到光 但是我们可以反射的光 有些时候可能是真的伸月 只有一条线 但希望你多些时间是满月 当然 不忘记我今天说过 最大的头盔是什么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荣耀的光辉 是上帝本体的真像 是要他大能的命令 踢着万有希伯来书说的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终极的中间人 艺术毕今天已经灭开了 所以今天我们更加可以 不需要担心 我们其实 我们有个全清的上帝 在我们面前 我们接触到上帝本身 今天三个中间人 记得我说什么 第一个是怎样的上帝 打格的 打格的上帝 就是金谋 就是告诉你 艺术可能使得我们迷失 甚至出现错误 第二个的上帝 是怎样的上帝 高清的上帝 高清的上帝 就是因为上帝的背面 上帝的手掌 我们跟上帝有距离的 不论多清都好 有些时候艺术都不是上帝本身 艺术只是帮我们接近上帝 遇上上帝的天国 第三个上帝是怎样的 低清上帝 今天主题 低清上帝 就是今天你和我 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低清版的上帝 去照亮他人 甚至你在摸显的时候 想清楚你们福音的事迷 对了 很核心核心 愿上帝使用我们的艺术 不至于迷失 能让我们拉近上帝和人的距离 也使我们生命 照映上帝的光辉 阿们